桑林丝毫不惧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锦州城内昨夜又死了两名少女 王爷不去抓人 将凶手绳枝鱼法 还在这儿亲亲我我 敢问王爷心安吗 杜若瑾站起身来 看着桑林说道 请问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与王爷亲亲我我了 桑林一正 望着杜若瑾不屑道 难道你就是王爷的侧妃 早就在外听说你蛮横无礼 仗势欺人 杜若瑾偷笑 拿眼去瞧锦亲王 看他一脸的尴尬 于是说道 哦 没有办法 即便我蛮横无礼又如何 反正也不会被王爷给羞了 桑林瞪大眼睛 指着杜若瑾 朝锦亲王喊道 瞧瞧瞧 王爷 这可是你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 如果不是你的纵容 他怎么会嚣张于此 锦亲王轻壳两声 有些尴尬地说道 嗯 你误会了 他不是本王的侧妃 他是高家的二少奶奶 桑林亚义 转过头看向杜若瑾 只见杜若瑾笑阴阴地看着他 两人相视 两久 大笑出来 桑普头 你擅自闯进王府 本王还未追究你的罪过 你倒是忘行了 还不快说 你找本王何事 锦亲王端坐一旁 说道 桑林脸了笑 输得跪倒在锦亲王面前 王爷 桑林求王爷答应 让桑林参与到 捉捕五毒教的行动中来 不行 五毒教乃是邪恶之邦 你一个姑娘家参与进来 怕是不合适 桑林不甘说道 王爷此话诧异 桑林自幼习武 自问武功不错 那也不行 锦亲王斩钉截铁道 桑林扶在锦亲王的面前 哭求道 王爷 桑林之妹 便是被五毒教的人杀死的 桑林亲眼看见妹妹的尸首 被人挖了心肝去 桑林曾在妹妹的尸首前发过誓 一定要守任那些丧极天良的人 锦亲王和杜若瑾 看到桑林声泪俱下 无不动容 杜若瑾上前扶起桑林 对锦亲王说道 王爷 你就恩准吧 我看他是失智不渝 即便你不恩准 保不定他还会做什么过激的事情来 锦亲王思索片刻 对桑林约法三章 也罢 看在高家二少奶奶的面子上 本王可以恩准你 可是 你也要答应本王三件事 不得擅自行动 不得抗命 不得未报私仇 不顾大局 桑林一一应了 谢了恩 又感激地冲杜若瑾笑了笑 说道 如此 桑林告退 唐突之处 请王爷和二少奶奶见谅 房间里 又只剩下了杜若瑾和锦亲王 锦亲王说道 本王曾经许诺高家 让高家子嗣一人去汉黎院当差 不知道人选定的是哪一位 高家嗣少爷 高艳语 杜若瑾微叹 这个时候 他还是选择了高墨炎和高指炫的意见 好 本王即日就会向皇上举荐 到时候皇上恩准后 文运司的人就会下文送到高家 杜若瑾谢过了锦亲王 两人闲聊了几句 杜若瑾便起身告辞了 锦亲王一正 随即命张贵将杜若瑾送回去 张贵将杜若瑾送回了高家府门前 就离开了 杜若瑾正要进府 就听见有一个清脆的女生叫住自己 二少奶奶 有些喜欢 于是邀请她来高家小坐 桑林倒也没推拒 跟着杜若瑾去了墨炎堂 绿意见杜若瑾平安归来 很是高兴 急忙去厨房端些点心甜水 杜若瑾本想带着桑林 在高府四处走走 看见绿意拼死 使眼色阻止的份上 才罢了 杜若瑾和桑林 言谈甚欢 两人都性子爽快 所以并不拘束 将自己知道的 好玩好笑的一并说出来 逗得绿意都笑不止 所以当高墨炎 已在门框上 暴毙看着杜若瑾的时候 谁都没有发现 高墨炎的到来 她看到杜若瑾笑叶如花的模样 犹如桃花绽放 一时之间光滑四射 绿意首先看见了高墨炎 于是马上晋升 向高墨炎问安 杜若瑾的脸上的笑容 煞事之间僵在了那里 桑林也发现有些不对劲 于是起身告辞 杜若瑾一把拉住她 说道 无妨 你做就好 不要让不相干的人 饶了我们的兴致 高墨炎为之一正 沉生说道 我还以为 你留在锦青王府 不要回来了呢 既然回来了 就还要认可 你二少奶奶的身份 桑林听见这话 初始只以为是小两口别扭 后来感觉不对 才细细打量起高墨炎来 只见她 七眸深邃 鼻梁挺直 唇角微微勾起 敏成坚毅的线条 高墨炎身上带着几分掩饰的伤痛 只是处于愤怒中的杜若瑾病未发现 反而说道 我倒是想留在王府不回来呢 只可惜 人家王爷不肯留我 否则你这辈子也休想见到我了 高墨炎为之气节 气过之后 是难忍的挫败感 声音低哑 说道 你就这么厌恶我 是 不止厌恶 还十分憎恨 杜若瑾毫不思索地回答 他丝毫没有发觉 自己的回答带给高墨炎多么大的打击 只是一心想气气高墨炎 所以才不加修饰自己的言辞 高墨炎期谋更加沉郁 定定地看了杜若瑾几眼 转身而去 背影挺拔 带着几分落寞而去 这时不忍心的人反而是桑林 他见到高墨炎那样的神态 不自觉地跟着难过起来 所以小声问杜若瑾 对他说那样的话 会不会太过残忍 杜若瑾大叫起来 残忍 这也能叫做残忍 桑林 你好歹也是骨头 见多了残害杀人的把戏 你竟然说我的话残忍 你知不知道 高家对我有多么残忍 桑林有些质疑 说道 我看他对你还是 杜若瑾未等桑林将话说完 就急急接口 宠律义说道 绿义 你给他说 绿义硬了下来 一时之间倒不知道如何开口 许久才憋出一句来 桑捕头应该听说过 高家有位又聋又雅的二少奶奶吧 桑林诧异 瞪大了眼睛望着杜若瑾 说道 锦州城内无人不晓 难道你就是那位聋哑少奶奶 可是你能言善语 杜若瑾将自己突然开口说话 当作一场奇遇 说给桑林听 桑林讶异不已 暂时忘记了刚才高莫言来时的异常气氛 与杜若瑾讨论起人的际遇问题 桑林看天色已晚 与杜若瑾约好 改天一起上街才离开 杜若瑾留他不住 只好将他送出高府 远远看见张妈奔过来 一下子跪倒在杜若瑾面前 说道 谢谢二少奶奶 起初奴婢还有些不信 现在公文已经下发到了高家 在老太爷的手里 杜若瑾扶起张妈 心想 想不到这公文竟然来得这样快 原来还想着过几天才能好 自己就趁着空当 将事情透露下 好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机会 现在看都来不及了 果然意料之中的 高家上下震惊 老太爷在看到公文后 勃然大怒 马上召集高家人去政厅 除了出嫁的高粮臣 高家人都到齐了 气得胡须发抖的高老太爷 有些敌意的徐一娘 无所适从的高不清 怒不可遏的大夫人和二夫人 幸灾乐祸的大少爷和大少奶奶 深沉无语的高莫言 嬉皮笑脸无所谓的高指炫 正经微作的高艳雨 略有失望的高眉井 还有客毒的转针 杜若瑾环顾四周 直到今天可谓是战局紧迫 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面对一切 大夫人首先发难 你竟然不顾老太爷的意见 私自将人选定为老四 现在公文已经下了 再更改也不可能 你太胆大妄为了 杜若瑾冷笑 说道 当初娘让儿媳把人选 定为大哥或者莫言时 怎么没有想过 那样也是罔顾老太爷的意见呢 大夫人气劫 二夫人紧跟着说道 看他伶牙俐齿的 这次绝不能轻饶了他 杜若瑾说得站起身来 说道 好 人选是我定了四弟 我敢做敢当 那么你们现在 就让高莫言给我写一封修书 一言即出四座皆经 高莫言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 杜若瑾朝大夫人说道 大夫人 我记得当初你曾经答应过我 只要我肯去王府接软针回来 你就让高莫言给我写一封修书 你该不会忘记吧 现在就是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大夫人略有些尴尬 她当初拿绿意威胁杜若瑾的时候 高老太爷和高不清是并不知道的 现在杜若瑾要抖落出来 他面子要往哪里割呢 大夫人看高不清有些不满地望着自己 老太爷也瞪了自己一眼 只好吃下哑巴亏不敢发怒 大少奶奶那边生怕着火熄了 急忙说道 娘那时肯答应 也是万不得已的 其实照我说 二弟 休了就休了吧 锦州城哪一户人家的女子 不盼着嫁进咱们高家 等明儿 大嫂就让人将帖子送来 身世清白 体貌端健地 劲着挑 高莫言的脸色不渝 剑眉紧促 说道 谢大嫂好意了 只是我娘子 时常风言风语 做不得真 杜若瑾猛然看向她去 只见高莫言正定定地望着自己 眼神犹如深不可测的海水 波澜起伏 杜若瑾的心也跟着跳动起来 心道 难道我做的一切 不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好吗 各自追求各自的自由 一直在旁边正经危坐的高燕宇 此时站出来说道 二嫂 燕宇谢过你的好意 早知道 你向王爷举荐的人是燕宇 燕宇宁肯 让给众位哥哥 燕宇年纪小 自质愚钝 担不得大任 只会可惜了这个机会 大夫人冷笑 哼 你哪一点会差 得了便宜又卖乖 高家哪一个人都比不上你的 高老太爷用拐杖 在地上重重一敲 喝道 都给我闭嘴 不要给我扯这些不相干的 我就是想知道 差事没有落到老三身上 现在要怎么办 一时之间都没有人敢吭声 琪琪望着杜若瑾 饶使杜若瑾 努力装作淡定自若的神态来 手指缠绕着发丝的举动 也泄露了他不安的心事 高纸炫在一旁 冲杜若瑾眨眨眼睛 杜若瑾扭头 不理会他 只听高纸炫带着哭音说道 二嫂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纸炫呢 那差事是指缠盼也盼不来的际遇 就这样没了 指缠自问没有得罪二嫂啊 高纸炫做出一副可惜的表情 还不停朝杜若瑾看去 杜若瑾唬着脸瞪他 心想你非要这样耍弄我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果然老太爷那里更加恼怒了 这个家真的是烦了 烦了 你们是想活生生将我气死吗 说完就大声咳了起来 徐一娘急忙上前给老太爷拍胸顺气 有意无意瞟了杜若瑾一眼 高不清上前给高老太爷把脉 给高老太爷一把推开 怒道 你说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高不清为难地看着杜若瑾 一横心说道 来人 将二少奶奶带到祠堂 发跪异 话音一落 已经有几个家丁进来 拖着杜若瑾就要往外走 杜若瑾大惊大声道 住手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未等高莫言起身 高芷炫已经喊道 爹 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二嫂又没有错 正在这时 高老太爷一口气上不来 急欲晕了过去 大夫人冲高芷炫喝道 老三 你是想将你爷爷气死吗 杜若瑾还是被人拖着去了祠堂 祠堂里面很暗 阴阴森森森的 饶使杜若瑾不信鬼神 也觉得格外圣人 祠堂的门被人锁了起来 杜若瑾自是不肯跪的 坐在一旁的蒲团上发呆 一夜 这要怎么熬过去 天色早已暗了下来 晚饭也没有吃 临近中秋 杜若瑾身上单薄的衣服 抵不住寒意 又饥又寒 将蒲团挪到角落 将身子缩成一团 扣在墙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 门被人推了几下 发现推不开 杜若瑾有些惊惧 未等反应过来 听见有人说道 一会儿 我去向爷爷求情 你到时候也扶个软 不要这么硬扛着 是高莫言 杜若瑾不愿 关都关了 还要我扶软 高莫言听不见杜若瑾的回应 有些急了 将门重重推了推 动静很大 你还好吗 回个话 杜若瑾没好气地回道 我很好 我跟高家的列祖列宗在一起 能不好吗 许久 杜若瑾没有再听到高莫言说话的声音 只听到一阵脚步声从近极远 隐隐而去 杜若瑾脑恨得跺脚 高莫言 这难道就是你口口声声所谓 我需要承认的身份 高家二少奶奶 杜若瑾靠在墙角里 睡一袭来 渐渐睁不开眼睛 不停地打着哈欠 听见门锁被人打开的动静 杜若瑾以为是高莫言 向老太爷求情回来 拿钥匙放自己出去 所以轻轻嗓子 故作不屑地说道 你不是走了吗 现在还回来做什么 门应声而开 进来的人 却飞快地将门重新关上 这下杜若瑾真的是害怕了 马上从角落挪动了下身子 问道 你是谁 那人影越来越近 快要接近杜若瑾之时 杜若瑾心中的惊惧到了极点 正欲惊叫起来 那人影飞快捂住了杜若瑾的嘴 凑在他耳边滴雨 嫂子 是我 芷炫 杜若瑾颓然松懈下来 掰开他的手 低喝道 你疯了吗 你来做什么 高芷炫递给杜若瑾几样糕点 说道 我撬开了锁 来给你送些吃的 快些吃吧 一时半会儿 他们还察觉不了 杜若瑾确实有些饥饿难耐了 接过来吃了几口 才埋怨到 我能来这里 还不是拜你三少爷所赐 明明是你建议我把人选定为四弟的 现在倒好 在人前装疯卖傻的 就要哭诉 如今我进了祠堂法柜 你又来做好人来送东西吃 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